嗨,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今天我要来介绍什么植物 就是介绍我家的食松 我要介绍三种 因为当初我买了三种 我觉得长得好像还可以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 目前就是这三种食松 那他们的叶子的造型都不一样 然后第一种这个 叶子扁扁的 我记得有叫榆林食松 也有叫扁叶食松 或是货币 钱币还是货币食松 它有很多种名称 这个在花式上 也是经常可以看得到 买这一株应该也还好 一两百块 因为这个东西 算是比较特别 也是价钱稍微高一点 我记得有买到一百两百 我忘记了 这个是其中一种 那我就这样 我是用倒挂的方式 因为我看有人这样种 所以我就试着这样种 好像也还好吧 也有一些新叶有出来 这是第一种 我们再来介绍第二种 第二种 这个 各位看这也长得不错 用一样倒挂的方式种 然后各位看 这个叶子不一样 正确名称的话 我可能要再查一下才知道 然后它这也是有新芽发出来 所以都是长得非常的不错 这个是第二种 那再来我们介绍第三种 第三种 然后这又是另外一种 它这个叶子比较细 不一样 这是第三种 十松 也都有 也都有新芽出来 算还不错 然后 这一盆 我就在上面给它种了 这应该是山苏吧 小棵的山苏种在这上面 然后也是长得很好 各位看它这也是有新芽出来 那我想说 上面种山苏 底下种十松 好像也是 蛮好看的 那目前我是把它放在 比较稍微 半日照的地方 然后就说 等它干的时候再浇浇水 那我觉得这样的生长 生长情况还不错 也都有新芽出来 那这个 就是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 三种十松 那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买回来种种看 这也是可以做个景观小品 也不错啦 好 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如果各位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 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 拜拜